啊 t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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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瘦啊 6月23号的天 参加了第二届成绩4anti 被武装背的那个建立三项赛 其实能参加这场比赛呢 也全属偶然 然后就是说3月10号的天呢 和那个台湾的网友啊 蔡宗翰 在instagram上聊起了 那个台湾的建立赛事 然后他说 最近馆长陈志涵 要在6月份举办比赛 然后并且已经在 网上开放了报名 然后我当时呢脑子一热 就在网上报了名 然后 大陆缴纳那个报名费啊 比较困难 在我得知 那个黄龙兴会担任赛事的 那个裁判之后呢 我就委托黄老师 帮我垫付了报名费 然后就这样 我就正式 报名成功了 这次比赛在动作和器材方面呢 完全采用RPCF的标准 裁判也都是台湾 参加过RPCF 国际赛的国首 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RPCF规则的比赛 所以这次比赛可以说是我锻炼生涯中的第一场正式的比赛吧 挑战确实不小 我的比赛日呢 是在6月23号 确认报名成功到比赛呢 有三多月时间 准备时间呢 倒是比较充分的 然后我把整个备赛的计划呢 分为四个板块 也就是说恢复周期 增肌周期 力量周期 和顶峰周期 这也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备赛的方式 然后每周的训练项目安排呢 也做了一些调整 就跟之前的项目比较做了一些调整 这次呢更多是参考了Hedaki Inaba的训练思路 就是日本的那个著名力量级选手 一番一招 其实备赛的最后关头 还是出现了一些状况 算是突发情况吧 就是6月18号和19号 这两天呢 临时需要出差去了北京 好在出差的时间不是特别长 然后也不是特别累 也就出去了两天吧 好在没有对备赛的最后阶段 产生太多的影响 我是6月21号 到达了台湾的新北市 之后也出现了一些异常不到的状况 就是我入住的那个酒店 蚊子非常的多 起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入睡 然后半夜找了酒店的工作人员 拿来了那个电纹箱 第一天呢直到凌晨三点多才勉强睡着 然后6月22日 蚊子依然很多 不过睡眠状态的伤对前一天稍有改善 这两天糟糕的睡眠加上旅途的奔波劳累 让我的体重掉了大概有0.5公斤之多 因为我就出发台湾之前有65公斤左右的体重 然后6月23号呢将近中午的时候我到达了比赛的现场 也就是陈吉思汗健身领口店 首先要感谢今天与会的所有的国手裁判 那这些国手裁判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然后待会也请 我们那个龙兴今天没有来 他也要请靖佳 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我一直重复的讲 我们要做到非常公平 公正 公开 如果今天陈吉思汗的选手一个也没得奖 我一点也不生气 因为办这场比赛本来就是 做给所有热爱建立运动的人 我也愿意日后拉更多的赞助商 以及我个人花钱 请搞清楚 我这一场比赛完全没有 政府完全没有停我一块钱 全部都是我个人出金 没有一块钱是政府出的 我也不屑政府帮我出钱 那目前奖金赛最多的也是在我们这里 规格最高的 今天刚刚看到 我们请一个摄影团队 花了40万 所以可以到我的金刚直播上面 他会留存 你们各位选手的精彩表现 可以去上面下载 可以去 他们都非常的专业 他们是专门转播电竞比赛的团队 所以相信大家今天无论怎么表现 你们都可以去上面 download你们个人的成绩 一个人的影片 这一点 我欢迎大家去下载 那总而言之 总是不废话了 我希望年底可能再办个单项是不是 我还会加码 一样有奖金 然后每一年度 我都希望提高 希望啦 但是也可能不动 因为要看我企业赚钱 还有拉赞助 那我希望持续不断的为体育 为建立做事 我完全不求任何回报 这个东西 今天我花了100万 今天我花了100万 我完全没得回收 那接下来非常重点 我不希望来比我的赛 大家认为说我偏袒任何一方 所以我们所有的裁判都是外聘的 没有成绩事案的人 都是外聘比较多嘛 对不对 然后我也再次做一次最大的 最大的公正 像上次有人 你们不要每次比完 裁判没有举牌 判你不过 你就满脸的怒气去看裁判 为了不公平什么的 一定是你的动作有问题 这一些裁判都是去比过 外国的比赛 都是常年性的 都是我们台湾 也是建立的 这些重要的指标性人物 他们不可能去黑各位 我也希望裁判尽量 完全做到公正 那接下来请我们裁判 你要看清楚 裁判的讲解 不要再有意义 如果中间有任何意义 你可以拿手机拍起来 你可以来指责裁判 这我可以接受 后面申诉我可以接受 那大部分我们这边都有证据 我希望今天 是一个非常公平公正的比赛 再次谢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继续在外面 大家都是选手都是教练 很多教练 很多别间的教练都有来 我希望不论是沃俊 建功还是各个健身 防的任何的教练 你会感觉到我们的公正 我们绝对不会做掉比赛 我不是 我不是什么军团啦 叉叉军团啦 就没比赛那个 我不是 我觉得给各位非常公正的 好今天谢谢各位 请我们的靖佳来讲解 我们的 这个规则 我们的靖佳来讲解 大概11点10分 我就开始排队称重了 11点半称重完毕 然后结果是又是4.45公斤 其实按照赛前公布的流程 我这个级别的称重应该是在12点到1点 这段时间 这一个小时之内 然后可能因为是人数比较多 然后按照预定的流程的话 难以协调时间 就提前了一个小时开始称重 然后这次比赛的那个开把三项重量 是要在称重的时候就填写上报上去 然后称重完毕 开把重量报好 我就去量价高 然后这次比赛呢 是66公斤级和59公斤级 放在一起走轮次 到大概三点左右 比赛 就我这个量级的比赛 才正式开始 重量不变 李贵神请出场 下一位陈玉玲请准备 我深蹲的开把重量是125公斤 说实话 蹲这一把之前 还是身体还是比较紧的 不过好在 这个重量不是很重 所以还是比较顺利的蹲时 是三面白旗 重量不变 架高14 接下来选手为周锋 挑战的重量一样也是为125公斤 周锋请出场 下一位林志弗请准备 周锋 周锋选手第一把的蹲矩 挑战的是125公斤 周锋选手 挑战125公斤 挑战成功 重量调整为130 价高8 然后第二把深蹲呢 要了135公斤 也算是有惊无险 两面白旗 一面红旗 设选过关 主才是国手杨靖佳 他给了我一面红旗 下一位选手为周锋 周锋选手第二把的蹲矩 挑战135公斤 周锋请出场 下一位林鹏城请准备 周锋选手第二辆级 第二把的蹲矩 135公斤 第一把为125公斤 是四举成功的 周锋选手135公斤 四举成功 然后第三把呢 140公斤 因为深度不足 背叛失败 这一把呢 起杠之后 因为右膝关节 没有完全打直 然后主才和我右边的边才 主才是国手杨靖佳 然后右边边才呢 是国手郑中志 这两位裁判呢 对我进行了口头提示 就是对我说 吸怪要打直 然后我调整之后呢 主才给了我那个 Squat口令 这样一来呢 扛杠林的时间有点久 消耗了体力 然后对我这次 试举的节奏 也是产生了 比较大的影响 最后就是 深度没有到位 我右膝关节 确实一直存在 打直不充分的这个问题 以后训练也是需要注意的 重量分别 架高14 下面选手周锋 周锋第三把的 试举为140公斤 周锋请出场 下一位 林铬城请准备 中锋选手第二辆级 第一第二把为125公斤 和135公斤 两次试举都成功 第三把蹲举挑战140公斤 中锋选手 周锋选手140公斤 挑战失败 中锋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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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深蹲比赛10分钟之后呢,卧推开赛 呃,关于卧推呢,我这次热身其实出现了小的失误 就是时间和节奏没有抓好 计划最后一走热身应该是75公斤退一次 但实际只是退到了60公斤就比赛开始了 然后热身不够充分 不过我这开把87.5公斤呢 在训练中是非常稳的重量 所以热身不充分,没有产生太多的负面影响 87.5公斤推的还是比较顺利的 呃,速度也比较快 重量调整为87.5 加高9 下一位选手为周锋 周锋选手第一把的握局要调占87.5公斤 周锋请出场 下一位蔡俊安琴准备 第二辆级周锋选手 握局项目第一把 要推的重量是87.5公斤 87.5公斤四局三宫 重量调整为90 架高6 重量调整为87.5 架高9 中央市场 下一位蔡俊安琴准备 两位蔷安琴准备 31是8公斤的 22是8公斤的 第二版的92.5公斤也是順利的舉起 92.5公斤是 配賽順利的過程中 就是推過的最同樣 四局成功 下一位選手周峰 握取項目第二次四局要挑戰的是92.5公斤 周峰請出場 下一位陳景宏請準備 第二輛級周峰選手 第二次的四局要舉92.5公斤 第一次是87.5公斤是四局成功的 周峰92.5公斤成功 以下高六 周峰請出場 下一位陳景宏請準備 第一次是 還是收到 只是余櫃 我推第一次比赛 其实我在要95公斤 还是97.5公斤之间有所犹豫 后来为了稳健起见 要了95公斤 因为这毕竟是第一次比赛 还是想保守一点 稳健一点 然后最后95公斤 举得也算是顺利 根据当时的状态评估 97.5公斤 应该也能举起 不过会比较吃力 后来就是回干视频 95公斤推齐过程中 没有明显的粘质点 这也是我本次比赛 最满意的一次试举 成功 下位选手周峰 要挑战的是95公斤 第二辆级周峰选手 握举项目第三次 就是最后一次的试举 要挑战95公斤 周峰选手第一跟第二次 都是有试举成功的 分别是87.5公斤跟92.5公斤 第二辆级周峰选手 95公斤的握举 握举成功 重量调整为97.5公斤 价格请准备 下位选手 同样 握推比赛之后的十分钟 硬拉赛开始 硬拉热身呢 是根据我的计划走的 没有像握推那样 就是说 时间没有抓好 这次抓的还是比较好的 硬拉热身 最后一组热身 一般冲进拉一次 然后就准备去比赛了 硬拉开靶是175公斤 说实话 175公斤拉的感觉 不是特别好 感觉比较重 我175公斤是左手正握右手反握 这不是我的习惯的握法 因为我习惯是左手反握右手正握 然后当时举的过程中 右手有点就是杠铃要滑下来的那种感觉 当然我举这一把之前精神上也不是特别重视了 因为感觉这个175公斤总归来说是比较轻的啦 所以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感觉175公斤举的不是特别好 下位选手第二辆棋 周峰 硬举项目第一次的试举要175公斤 周峰选手175公斤 试举成功 重量调整为180 然后看法感觉不好 然后这把四式举192.5公斤 就是非常认真的对待了 然后这一把感觉比第一把175公斤要舒服很多 就是顺利很多 下一位第二辆棋周峰选手 挑战的重量是192.5公斤 第二把四式举192.5公斤 成功 重量不变 全景 第三把是毫不犹豫要了202.5公斤 因为这是赛前给自己定的死任务 无论状态如何都会去尝试 这也是一次破PR的试举吧 因为我之前训练中是没有举过202.5公斤这个分量 或者说没有标准的举起过202.5公斤这个分量 然后上场前我也是反复的明晓发力 站在杠铃前也是秉斥了周围的一切 专注于启动的爆发力 最后是成功在举取了这个分量 对 中央准备周锋出场 下一位林志宏请准备 下位选手是第二辆集周锋选手 硬举项目第三把挑战的重量是202.5公斤 周锋选手第三把重量202.5公斤 周锋选手第三把重量202.5公斤 124.5公斤 这边训练手 下位动场 同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可以更完善 然後獎金可以更多 以後場面可以更人大 然後也鼓勵我們鏡頭前面 會說各位都是建立運動的重要會手 因為運動完善後 在場各位在場選手大家去推 那我也希望大家在未來可以 有更多的選手來參賽 有更多的選手感出來 這次破天空有史第一次要比到兩天 那我也希望未來 可以有更多的 我這次花了一百多萬 我希望會花更多的錢 只要大家願意來 OK 謝謝大家 謝謝 比賽結束 比賽結束 台灣說實話高手也非常多 深蹲第三把一百四十公斤失敗 是有點遺憾的 因為我感覺 其實是能夠 有這個力量能夠舉起這個分量的 當然總的發揮還是比較滿意 然後現在回看比賽 來比賽視頻 動作還是有許多需要修正的地方 尤其是深蹲 對深蹲需要注意的點是比較多的 以後還是需要做進一步調整 然後年底還是會參賽 應該是一項硬拉的單上賽吧 加油 然後2019年上半年再進行三上賽 對 到時候希望在深蹲 或推上能夠有比較大的一個突破 因為深蹲這次參賽看起來差距比較大 或推呢其次 硬拉相對來說是差距最少的一項 加油 演奏 成馬 個很難席 有機會 瞬間 成馬 jer 完全 玩最 principal 隸人 zhら 一個 愛ねえ鼓動 速くなる You are sure 俺の鼓動 速くなる 大前元の彷徨う心今 熱く燃えてる 全て溶かす 無残に飛び散るはずさ 俺との愛を守るため お前は旅立ち 明日を見失った 微笑み忘れた顔など 見たくはないさ 愛を取り戻せ You are sure 愛で闇を切り裂いて You are sure 俺の闇を切り裂いて 誰も二人の安らぎ壊すこと 出来はしないさ 引き付け合う絆は 離れない二度と 俺との愛を守るため お前は旅立ち 明日を見失った 微笑み忘れた顔など 見たくはないさ 愛を取り戻せ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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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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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